最近屡屡传出台湾人前往柬埔寨被诈骗 还沦为猪宅被虐待 刑事局中打破获了一个不法集团 逮捕到张信南子等涉案的四人 他们在脸书社团偏门工作以高薪应征打字员 开出了每个月10万元的薪水来应征员工前往柬埔寨做打字员 以及机房维修人员等工作 从今年5月到现在至少已经安排了50多人出国 两名被汉人在检警的拦阻下逃过了一劫 他们在整舍集团的丢说下 原本将前往柬埔寨高薪工作 只要搜寻偏门这些社群 那就容易找到高报酬 的工作但是容易处罚 所以这个人蛇集团就看重年轻人这一个弱点 就到各个片门群组去泼招募人才的讯息 那用高薪合法的工作来利用 警方这一次一共拦阻救出了5名被害人 有两名已经被骗出国 以张宪为首的布法集团在脸书社团 以高薪应征前往到柬埔寨做打字员 机房维护人员等工作 每成功骗取一人就可以零到10万元的仲介费 而目前统计有50多人被安排出国 刚好索性有一位被害人 他有回国了 那我们有做成笔录 然后来报警彰化地检署才能够开始立案展开 来追查侦办 那从这一个人同机出境的被害人 我们厘清之后也发现 确实到了国外都会在那边被做人身自由的控制 那我们就开始一路展开追查 检警动员近50名 现场搜索查扣了手机 被害人的护照证件 以及被害人的住宿收据等 出国前的相关证物都相当齐全 而三名嫌犯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移送地检署侦办 这里这样台中彩峰道